佛家罢苦,最后一苦,无孕吃胜 这个佛他讲的这些 我个人来讲,觉得不如我们道 好理解,你不管是闻一闻也好 外来的经翻译过来,总感觉变了点味道 当然了,也不能说他们的体系不完整 但是听起来,我觉得还是不太好理解 包括上一课所讲的 我感觉好像说的有无论词 但最后一节呢,我们也把它说完 因为是顺带着我们前四个字 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了,生老病死的 老百姓常说的,然后就把后面夹上 这五云之圣我们说了,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每个人理解都有一定的道理 那比如说,前面说了这个起心动念 这个一定是根本 你不管这个什么五指的拿五个运 赤圣怎么理解 那我们个人说这个赤 那就显得好像比较冲动 那圣呢就是过度了,就是形容词而已 那五蕴呢,你可以理解成这个身体的 反正就是身体里边的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牙耳鼻 蛇身意 这个六处 又叫六成呢,什么的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把其中的这个意呢 如果不算的话,就刚好五个 或者把这个身体 这个触觉不算的话 也是五个 大概就翻来覆去这个意思 那更通俗的说呢 他们常用的理解就是 这个色受想行识 那色也不是说就是光看到的东西 更不是我们所谓的现在常说一说色 普通人大概就想了下三道了 不是 那你那个太简单了 那佛讲的这个色是一切的 就是一二笔色水 受 就是你被动接受这些东西 想 你主观意识去想 思维 判断 这个指的判断 就是那个实了 而行的 就是你想完了之后 你去做 用身体 行为 好像听起来也挺好 但是这个 这个逻辑啊 前后 总感觉好像 很难不对 那可能印度传来还是由他们去翻译比较好 总而言之 言而总是就是这个奇心诺点 佛 什么为师论 其实也就是 作为为心论 那为心论又分主观跟客观 客观就认为有一个神在 那主观就是 我们这个意识 产生了 你一切的万法 你想 这个自行车 要什么手表啊 这都是想出来 都是人造出来的 想完了之后做的 当然更高的境界就是 你想 它就能换话 花花是各种 太老 化身 是化身 就这些 我们只是简述了它的意思 它也可以说 是罢苦的一个总结 前面说求不得 求不得它是一个结果 而这个是一个起因 也是根本的根本 那人世间呢 什么呢 魂魂 那 przez 玩 Myself 有机会 以为